海沃德世代鸳鸯配色一起来看看怎么样 今天阿博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手上这一双海沃德世代的鸳鸯配色 首先我拿到这双鞋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是它的鞋底呼应这双鞋的名字啊 做了一个粉色还有蓝色的这么一个配色 我觉得这个配色真的很好看 整双鞋它的底色呢用了一个白色 而且从它的鞋带呢就开始呼应这双鞋的主题 另外顺提一下这是我第一次拿到海沃德世代的食物 我认为整双鞋它做的比三代真的是要出彩太多了 而且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我玩过那么多的实战鞋 这双鞋拿到手我认为它就是一双不会出错的实战鞋 首先外侧大面积的包边 鞋底内侧细节的上翻 包括它的外底材料呢覆盖了整个后半掌 全掌的氮气 包括鞋带系统它也是花了小心思 整个前掌以及它的鞋身处呢用了大面积的隔材料 中间这一块用了类似monosal的材料做了一个透气上面的支撑 鞋后跟填充的小细节呢更是不能放过 这一块摸上去呢它的摩擦力是比较好的 相信也不会有太多掉后跟的情况 而且可以注意得到它整个后掌这一块呢是做了一个延伸的 所以呢这一块在跑动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后卫朋友会喜欢它的体验 包括整个鞋底的设计纹路呢我觉得是稳扎稳打的 另外再带回来它的配色呢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也是比较亮眼的 就是在它鞋口处 还有整块TPU上面呢是做了一个牛油果色 这一点配色上面的呼应呢 省得整双鞋它穿上脚呢会更好看 而且海沃德世代最让我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它没有无脑的上碳板而是给到的抗扭片 我觉得只要抗扭片的设计还有它的强度合理的话 整双鞋它的体验会更上一层楼 而且色配的人群呢也会更广 而且我认为这可能是安踏这边目前最能打的后卫鞋 当然啦海沃德世代我后续也会进行一个深度的体验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别忘了关注我 那么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样子啦 下期见拜拜